近期特斯拉CEO马斯克与上千名科技领袖和专家签署联名信 呼吁停止研发比GPT4更强大的员工智慧 但却吸引了更多人关注聊天机器人ChetGPT 对此前软体设计师江国荣博士认为 AI的研发很难被遏制 他表示ChetGPT虽然为人类带来生活和工作方面的便利 但也存在先天缺陷 根据高盛集团的研究报告 ChetGPT等人工智慧的出现将影响全球三亿个全职工作纲位 对于人工智慧的潜在隐坏 美国总统拜登在周二科技顾问的会议上表示 有待观察 同时他也详调 科技公司有责任在推出产品前确保他的安全性 新唐电视台